所以这个戒是福报的根源 戒包含什么 刚刚念的 孝顺父母尊敬世长 对不对 持心不杀 修身口一时善业 然后呢 大秤的戒在扩展来看 包括 不失持戒忍辱 都是福报的根源 叫福德之良 再加上精进 这个要背哦 不失持戒忍辱 精进 这个是福德之良 禅定智慧 禅定般若波罗蜜 叫智慧之良 这福德智慧之良都要圆满 才能够成佛叫六度全修 六度波罗蜜 但是你要得到了禅定跟智慧 我们叫戒定慧 那你必须先有福报 那这个福报一定要来自于 孝顺父母尊敬世长 忏悔业障 而后呢 开始不失持戒 特别后面 忍辱 各位不能爱生气 不能爱生气 你爱生气福报永远不够 不够以后你就是有障碍 所以我常跟各位说 一皇大帝 我们中国人听到一皇大帝 代表一个福报很高的天神 对不对 甚至在道教的传统老百姓 提供提供是最高福报的 那一皇大帝 那一皇大帝 为什么福报这么大呢 各位背一下 守五戒 圆满七德行 这个一定要背 持戒才不会破财啊 损福报啊 你不持戒 你就会堕落地狱 鬼道出生到 哪里有福报呢 所以持戒可以升天 所以持戒的福报 要守五戒 各位背一下啊 所以不杀生 尽行兽 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语 不饮酒 那守五戒 七德行呢 各位要背啊 孝顺父母 奉仕师长 各位这一定要有 一个修行人 没有师长 那他修什么呢 用自己的想法 那不行 但是肉体 来自于爸爸妈妈 我们的智慧 可以修行了解 这个佛法 来自于师长 学生有学校的师长 我们修行人 有修行人的师长 第三个 七德行是什么 不恶口 不恶口 第四个 不两舌 不背后批评别人 第五个 讲真实语 不骗人 第六个 不动气 不能生气 第七个 常不识 我在背诗哦 孝顺父母 尊敬师长 讲话 柔软 不恶口 不背后批评 不骗人 讲真实语 不动气 第七 常不识 那你就具处 玉皇大帝的福法 那如果你以后懂得慈悲 诗实 得泛天为德 各位 我们用悲心去放生 超度鬼道众生 持咒 回向给地狱道众生 所以特别对三恶道 各位 很简单的 诗实 喂鸟 喂流浪狗 那各位要做 咽共诗实 甘露诗实 都可以 水洗别人 放蒙山 放咽口 那这样 又等于 泛天的威德 所以叫无量 威德光明 自在光明咒 辨识咒 你有得泛天威德 所以各位 诗甘露水 念辨识咒 这个你有 无量威德 得泛天为德 鬼神不会欺负你 这个就是福报的根源